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后不管是谁说啥 你就反正实际上我在修一个法门 谁想懂不懂 别这个 说东说西你不理 明天说阿倩是这样的 阿倩今天好管你不要管他 阿倩今天好丑你不要管他 阿倩怎么样他不断的说阿倩阿倩你就不懂 然后阿倩就不存在了 是我觉得我不应该有那个 因恋出来 然后那个因恋出来我就垮了 当你觉知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 你千万不要再加这个负罪感 你一直是这样的 当你觉知到的时候马上又自己 把自己辅定了批判一反 这个产生问题 觉知到就放下了 觉知到已经没有了不是放下了 因为他是虚幻的 所以他不会染你的 他怎么会染到你呢 然后我就害怕 害怕看我自己 你记住这句话 当你说一觉得自己有明了 或者力了 一觉他已经消失了 就像一个幻影 知道吧 一觉他已经没了 你就不要理他了 那些幻影每个人都会存在的 在脑子里知道 生生世世有知道吧 每个人没有那些东西 我们就不叫人 我告诉你 每个人都有 只不过是有人比较是 情境一点 没关系 你觉到的就没有了 一觉就 是坏机里面 你知道他已经没有了 就离去了 离去的就是坏境 能够离不去的才是你啊 那个觉没离去啊 凡是能生命离去的都是坏意啊 坏意是染不了你的 坏意就不是你 怎么可能染了你啊 那个不动的才是你啊 那个觉一直在那儿 哦 然后 其实 你看到那个 是啊 也是你去认知 你就 你就患了 你就很慌张 这个是你的问题 你为什么会慌 我就是 有不是问题 你觉得慌了是问题 知道吧 对 然后我知道说 你慌是 你马上起来了说 哎呀这样我不好 扯不了佛了 障碍了 对对对 那一系列的问题就出现了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那个东西不障碍你成佛 知道吧 那个东西出来了 就像一块油飘在虚空里 知道吧 它不影响虚空 其实你师傅以前老早老早 你知道 我知道 我发心 但是我又发心 就是 所有的条条框框 也全部 就是全出来 然后就乱了 乱了 乱了就乱了 反正你知道 但是也知道 你是那个知道 不是那个乱 你知道吧 那个乱就乱了 你今天 你所有的状态 要么就是清静 要么就乱 要么就是明 要么就是烈 每个人都是 不是你阿姐 这就是你的状态 状态这五个东西 就像五多油一样 不觉得这个过去那个 那一个 但你是那个知道这个状态的人 你那个没有动过 我现在发觉 我的那种憎恨 自己也少了 但是就是 有时候就冒出 那些比较矛盾的东西 就像你说 有时候会有负罪感 然后就折腾 然后其实你心里 其实还有最大的秘密 你一直很想成佛 成佛挺好的 最重要的是 你还不知道成佛是什么样 然后我就 如果你认为成佛还在扫厕所的话 也许你会考虑成佛才 我告诉你 那倒是也是小色 小色啦 好 真的 我甚至是不觉得 我告诉你 我从来没觉得 扫厕所的不是佛 我告诉你 我知道 就是 可是我就是有时候 你觉得这扫厕所 你也不行 是因为那个名利性也长 扫的自我很大 扫出自我来了 那个因为 所有的佛教界的人 都公然说 扫厕所会成就很快 也不是我们对面的事 是这样子啊 我的天 你就灭对吧 怕啥呢 你搞什么 你就不用搞他 叫他冒出来OK了 他能冒多久 你只要觉知到他 他就不在了 对啊 最怕你不觉 你觉他就不在了 也不要再想了 也不要再想了 对啊 然后别再冒出来 你再觉 然后不要动 不要心不要动 定在那儿 淡定定定的 站在那儿 找佛像吧 主要有的 有个像找的话 咱就先找个佛像 就是我要成佛 管他是个空呢 还是个有呢 我反正要成 你先找了个佛像 我就拼命的兇 是啊 超级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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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超级是有功德的 没问题 就这样想 我超级是有功德的 我快成佛了 每天就这样想 就那样的想 你觉得有问题啊 你觉得不应该想 那总得想点事吧 我没有想 因为我们这个脑袋 总得想点事 这就是说不想这个 就想那个 那我们还不如想这个 因为 好辛苦啊 不是 是比如说对任何人 你都没一起 你干嘛想那么远啊 知道吧 未来的时间好长啊 从哪个七点画的 行菩萨道好长啊 成本啊好长啊 行菩萨道好长啊 行菩萨道好长啊 在哪呢 我就没看见 菩萨道就当下这一刻 OK 成就成了 我告诉你 没有那么长地 这就是你想的多了 所有的问题都是乱想 哪有那么漫长的菩萨道啊 马上就成了 没有那么多 谁知道我们修了多少 谁知道我们 也许这就是终点 你知道人家 那些人说 你经过那叫什么 他说经过 你经过未来世 漫长的未来世 那像是贴界 你知道吧 有一些都跟贴界 你知道那些时间 也许一念之间就可以打成 明白不 一念啊 转一念就到了 知道吧 没有那么久 没有那么久 不是你这样想的未来 操听的时候确实是那么想 就是别人说供养 一刹那 一刹那 然后他说 他说 他以后操到这儿 你就要一刹那 一刹那 这就是一刹那 佛学里面佛事没有时间 嗯 自我就是那些贪嗔痴吗 冒出啥就是啥 嗯 对啊 就是觉知嘛 他也不是说 你那个自我就是贪 比如你冒出个贪 并不是说 那个自我是个贪 知道吧 是 你那个贪能够 起现出自我来 因为自我是没东西的 就是 你翘起个烙花 那个烙花能起现出 有水 知道吧 你那个自我啥也不是 也并不是说自我就是这个贪婪 你不要认可你的我就是那个贪婪 嗯 你只是 因为如果你静下来不动的话 没什么 就是说你是那个自我 你是不觉得 如果一个人不思想 没有 不动的话 你感觉不到你活着 如果你不呼吸 不动的话 你是感觉不到你在 为什么 西方人说 我事故我在 因为我有思想 所以我觉得我存在 你什么也不作为的话 不思想的话 你是不觉得你存在的 你知道 你会杀杀的 但是你一思想 比如我贪嗔吃麦一饭了 我一称恨的时候 并不是说 你是那个称恨 你千万不要想 你不是那个称恨 是你那个我就起来了 就是说 当你称恨的时候 我称色 就能写现出我来 知道吧 写现出那个我来 这就是说 我用手举这个东西 啊 这个力量的时候 这个力量就写现出来了 对 但并不是说这个力量 是这个东西啊 比如说我举了二十斤啊 这是二十斤 当我举的时候 这个力写现出来 你那个我写现出来 就像这个力量 但这个力量 不等于这二十斤啊 两码式啊 是不是 已经那个我写现出来了 但不等于你的我 就叫贪嗔吃麦 不是这样 嗯 你认为你 那个贪嗔吃麦 也只是表现出一个水花 就像一个像一样 那个是虚化的 嗯 你写现出自我来了 嗯 就是说你这个自我要消失吧 要要心平如尽开始 然后慢慢才能破掉 嗯 所以你觉得写现出来 你就把它回归就OK 你一旦觉知 你写现出来 你就回来 嗯 那些东西就跟你没关系了 这个贪嗔吃麦也跟你就没关系了 不要认可 你既不需要去付 就在这个修法里边 就说你在修这个觉而不得的时候 不需要那一刻去忏悔 不需要加个意念去放下 也不需要拿起来 不需要 你只一觉它就没了 嗯 这就是佛就 那师父 那你说身上的这个脉筋呢 你先不管它行不行 所有的东西先不管它 我本来就是 修法的时候不管它 嗯 修完法了 说我身上哪块透 我们就去对质哪块嘛 知道吧 所有的东西都是坏劲 包括这个肉体 但是这一颗这个肉体 切与我们 虽然这个是假的 我们是佛学界地上 这边讲 但是为什么这个假的 如此的切与我们 知道吧 因为佛说是有业力 我们被业力转了 对啊 但是那么我们是看不到业力的 那我们可能看到我这块痛 知道 但是师父 就是这个就是问题了 就是比如说 治疗啊 之前啊 之前你比如说有刺底的时候 你修那个不是最高的时候 嗯 比如说哦 那个痛了 业力了 上回就很疼痛 现在你 这是再提升一下 但是你那个痛不是 来了以后 你说你绝儿不对 不可能吗 你痛得太厉害了吗 你可以切一口 那我们只能去治疗 如果是说里边是 治疗就分几种 一种忏悔就是药啊 嗯 一种就是说你吃药 那你说四大的别吃药 一种就是来自于说 外血液起来 那我就排嘛 还有一种就是说 一股啊 就是说素食的音乐 或者有些业力在 那就忏悔嘛 这都是药啊 是对治法 嗯 并不是说你那个病有罪啊 忏悔不是说你有罪啊 是你对治你那个痛点 对 对 因为你必切语 所以对治法 我了解 嗯 为什么我们会自己说 我们有罪去承认一个错误呢 是因为 如果有一些业力是来自于 其他道众生的 你知道吧 其他道都是人家坐在这 他有着自我的项目 嗯 他就觉得你切他了 是吧 那个时候他坐在你这的时候 你说哎呀是我错 你这个错他可能就走掉了 嗯 所以只是说给他听的 嗯 但是在你整个的自我的修法里 你只是如来啊 你如来是不染的 你没有染过啊 你没有染过啊 所有的剩下的都 法门都成了坏 以坏制坏 知道吧 都是坏法 以坏制坏 你这个身体也是坏劲 两个坏小 以坏制坏慢慢破我嘛 嗯 为何事情来了 当面处理 处理完放下 不要想太多 处理不了也放下 不要想太多 继续处理 不是 所以只能这样 只能这样 你是处理前想一大堆 所有的事情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我再告诉你 真的不是 那阿神那个 为什么我 我后来中阿神这个一样 你哪会有个他一样 就是密门 就这个 怎么会一样 一点不一样 就是子宫后边切在那个 就是说那是公子宫的问题 跟他还是不一样 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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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不是 两码是吗 不一样 因缘也不一样 不不一样 对也不一样 治疗起来也不一样 从哪一样 不了解了 反正你就是 绝 绝 你首先在脑子里 是爱别想 然后 你让我反省一下吧 我没有让你 你看 我又吃不到 你知道白血你 我认为是犯错误了 才反省 我一说摧毁 你就认为错了 有罪 一说白血你就认为犯错了 这两个词我以后 对你不用 知道吗 然后 摧毁生有其他道众生 人家早来了 你知道吗 你不摧毁 人家就不找 你知道不 有些东西是 我们是个法界 你知道吗 有些病是来自于其他道众生的 六道众生 但是说我们从心情上讲 我们的心里面没有六道之心 就不招人六道众生 但我们的心有六道之心 谁知道你梦梦里面也得罪人 谁知道 有时候梦里面也得罪其他道众生 那人家他就在这儿的时候 你就要摧毁 摧毁他就觉得太多不错嘛 就找了嘛 有时候是治病的一种方法 你知道 反省是让你说 能够觉知到我哪块还做得不圆满 尽快地成就 不是 不是让你反省那个错 那个早就过去了 再去再去提升一下 是让你这样反省 但是后国家的话 或者是让你丢了 比赤区 你把派到质区 都没有尾程 你能够记得 坏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